下个月5号就是清明节了 扫墓习俗不可少 高工局统计 清明节的车潮仅次于春节廉价 就怕国道又成为大型停车场 高工局不排除比照去年的疏导计划 提前一周疏导分散车流 清明节的车潮大概介于230到280万辆次左右 像扫墓的话 其实扫墓要在中午前就完成 它所有的一个扫墓的一个旅次 所以我们在做暂停收费的规划上 会跟其他的假期会稍微有一点 会不一样的一个考量 清明年假从3号放到6号 年假第三天才是清明节 不过每年都会爆量 都是因为大家要赶在中午前扫墓 车潮过于集中 高工局计划拔免收费时段 放在清晨0点至5点 鼓励驾驶深夜上路 分散白天车流 清明假期前一个假日参考去年 国道通行费打八折 吸引民众年假前就回去扫墓 若是驾驶开车太累 国道休息站只够将会提供床位服务 让驾驶小碎一下 国道从101年开始的时候 在北中南 在湖口 在泰安 在新营掀开了一个驾驶休息室之后 我们服务区的经营厂商 陆续的也增开 利用他们营运的空间 也特别规划出来 做一个驾驶休息室的部分 那目前已经有7个服务区跟上 有提供这样的一个驾驶休息室的服务 就算是一个大男生也能完全躺下 清水服务区在4月底前 批了三个独立空间 乍看有点像胶囊旅馆 里面放的是三张工研院 研发的科技书棉床 还有灯光加音乐 让驾驶补棉 服务区预估之后 一定是会供不应求 将限定使用时间一半小时为限 不过怎么把驾驶叫起床 管理人员充满考验 记者综合报道 一半小时为限定 建设设设计 小火 我试识